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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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祖賀的佑德稻荷神社 我們今天的行程啊 就是先來佑德稻荷神社之後呢 我們中午要去吃 可以自己挑選海鮮然後烤的海產店 然後下午會去一個 海上的鳥居 然後再去水果巴市站 如果對我們今天的行程有興趣的話 就跟我們一起走吧 那我們現在的位置呢是停在大河神社對面的停車場 我們身後這個啊 很有趣喔 它是類似像台灣那種 你買新車啊會去進車的那個儀式的地方 那就跟我們一起去參拜大河神社吧 GO 好 佑德稻荷神社建於西元1687年 漢福建稻荷 易建稻荷並稱日本三大稻荷神社 我把他椅超大隻的 你看 超級大隻的經驗耶 整個都靠上了 對啊 佑德稻荷神社呢 是日本三大稻荷神社之一 深受祈求 生意興隆 家庭幸福 漁業豐收 交通安全等的人歡迎 我們要先去找寫玉珠印的地方 然後把玉珠印交給他這種去參拜 再出來領喔 我們剛剛在大河神社裡面啊 就是看到有這個可以抽開運小屋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抽這個是跟戀愛有關的 然後這個是跟勝利運有關的 然後這個是跟金錢有關的 他每一個出稅荷都是200元 所以你投200元進去 還可以自己抽一個當地 所以我就決定 我要來抽一個跟金錢運有關的 200元 我選了這一個 要打開囉 究竟是貓咪呢 還是招財錘呢 我想要貓咪 是貓咪耶 好可愛喔 是我想要的招財 他是金錢跟財富兼具的雙招財貓喔 我喜歡這個 開心 好 就這樣 我們繼續囉 好可愛喔 保持可愛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保持可愛的 to keep cute 然後這個是保持漂亮的 這個滿有趣的一首耶 是給你真的 1.坊 britain 神社中伺鳳的是民間衣食住的守護神 每年有300万名的信众行在参拜 向我相当顶盛哦 神社范围很广 可以上楼梯或者搭乘电梯 抵达高出地面18米高的主店御本店 又得到和神社广大的寺庙中御本店 御神乐店 楼门等 以华丽色彩涂漆文明被称为正希日光 早期的到前世 想像娶沟美 并非在这样的美意 无法吏 唯一无法曾经 不再谈论 似启 不再谈论 我禁为 都不再谈论 敢行 我們沒有就是走到最上面300公尺厚的那個繩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抖度 所以我們決定先到這裡就好了 我們要下去囉 走吧 耶 我們要下山啦 這個繩子真的很讚 而且他的獄手也蠻多種種類的 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300一下這樣子 推薦 他這個傢俱當然也是可以搭電梯的 只是要付300塊日幣 我剛去拜領了我的玉珠印的 他寫的非常漂亮耶 你看 超漂亮的毛筆字 他還有附上一個他們神色的小物 像這個 應該是便條紙之類的 空白的 畫面還有博物館可以去看 然後他會有一些歷史介紹這樣子 蠻不錯的 你看 你看看 人家買哪一個病 因為他寫佑德名物 佑德名物感覺就跟他買一下 我們去買了 他好像是加黑板跟絕餅 謝謝 冰淇淋 好吃耶 你還口味的冰淇淋 我要來吃看看那個絕餅 沒錯 很好吃 很Q 那個冰淇淋店的阿姨 然後看我們只有買一個冰而已 他就給我們兩杯冰涼的綠茶耶 超貼心的好開心喔 消暑 讚的啦 我們要從稻河神社離開了 離開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們買了什麼 人家Shopping 我們也Shopping喔 但是我們買的是神社的一些開運小物 比如說這個 熊手 很酷吧 我要把它換在我們家門口 哈哈 我們家門口其實有一個阿 我們家2019年買了一個 其實也是祈求家運平安的 然後那個我們後來把它收起來 在那個照門神社買的 在九州的照門神社買的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是超可愛的 對不對 這個是2500日元 欸他可以Quick Pay 信用卡OK的 沒問題 然後我們還有買什麼 買了一個女性專用的御手 對他說就是可以保護女性的 對保護女生的 所以我買了一個女生的御手 很漂亮對不對 這很精緻耶 他還特地用那個 袋子裝起來 對啊一個蕾絲袋子 非常有質感 然後這是我們的小朋友他要買的 小馬 對白色小馬 很可愛 對很可愛 是他的 後面還有一個鈴鐺 對啊很可愛 這個真的很可愛 小小的很適合小朋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買了兩個 對兩個一樣的 這個 有一點厲害 他組裝起來像這樣子 我們會有完成品放在這邊 對然後我們想要把它放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買了御手 就是剛好可以放在這個凹槽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 對這個 這個很不常見耶 所以我們就決定 一人買一個放我們辦公室這樣子 好啦 以上這些開運小物花了我們 五千九歐 再加上我剛剛一開始抽了那個 兩百塊的金錢的開運小物 雙招財貓 我們總共花了 六千一 再神社 不過我覺得非常值得耶 因為這個神社真的很大 很漂亮 因為我們家本來就很愛走神社 對我們家是神社的謎 所以就是看到比較特別的東西 一定要收藏起來 好啦那我們要去下一站吃海鮮囉 走吧 OK囉 我們這一站來到哪裡了 海中鳥雞 在海裡面的鳥雞嗎 應該是 哇 是耶 現在是退場 現在是退場時間 可是實際上是正中午的時間 超熱的 沒辦法 這時候才是大退場 我們本來想要先吃午餐 因為看時間已經到大退場時間 所以我們決定先來拍一拍 鳥雞 這可以衝過去嗎 可以的 我剛好 你都不用擔心它就過去了 我們地上踩這個是貝殼路耶 對啊 我想說 等一下我們有石頭蛙 為什麼他們踩起來會有水 對啊是貝殼路耶 因為有海味 雖然正中午的 其實不會到很熱 是因為有風的關係嗎 應該是吧 那這個主起海產的停車場啊 還蠻大的 目是應該可以停到 三四十台吧 然後後面這邊也有一個小停車場 我們來進去吃看看吧 GO 走 我覺得他們今天的時間可能是 參考擁有 怕太深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他是說 這個啊 螺啊 就烤到有冒泡泡 就是熟了這樣子 可是我們剛剛 他冒泡泡拉出來 還是有點深這樣 所以我們再烤一下 哇打開了 他為什麼一半而已 過掉了 哇好了 我要吃了啊 走了是不是 好吃嗎 好好吃喔 好鮮喔 如何 好吃 讚了嗎 好吃 那我也要吃 我要吃 我要吃喔 也不錯耶 他看起來很可怕 他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 很好吃 吃起來很不錯 好吃好吃 你這樣是什麼 牡蠣 牡蠣 來 吃看看好吃嗎 嗯 好吃耶 鮮甜嗎 還好吃喔 很鮮喔 很鮮喔 いただきます 有海味耶 鮮甜 然後有一點點 淡淡的鹹味 剛剛好 完全不用加任何醬料 讚的讚的 那我們剛剛還有請他幫我們烤的 螃蟹 然後這個是他幫我們蒸的螃蟹 豪華大蛤蜊 然後先喝鮮甜的湯 怎樣怎樣 好喝 很甜嗎 好吃蛤蜊 如何如何 好好吃喔 哇 看你的一臉幸福耶 我要吃這個 烤魚 烤魚 好吃嗎 很兇 嗯 也是很鮮甜很好吃 它裡面也有蛋 肥咧 吃看看 嗯 好吃 太吃了 好吃 剝螃蟹的男人 自己剝自己吃 哈哈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對不對 嗯 我剛好吃到一隻腳 很甜 很讚嗎 超好吃的 好吃 好吃嗎 螃蟹很好吃 爸爸剝好的更好吃 人家媽媽的 嗯 人家媽媽的 嗯 螃蟹真的超好吃的 有人剝好的特別好吃 更好吃 那你的奶油玉米好吃嗎 好吃 也好吃啊 我們還有一個牡�i烤飯 請問平常 咬不動魷魚的小朋友 你的日合魷魚的評價如何 好吃很好養 你咬不動魷魚的小朋友 你這日合魷魚的評價如何 好吃很好養 蟹餃 爸爸成功了 你咬吃看看 這是真的耶 真的吃起來整天 剛剛是烤的 還很好 真的跟烤的 我覺得都很好吃 好餐附的乳筍 好餐附的乳筍 我們剛剛單點了一隻公蟹跟一隻母蟹 母蟹有蛋耶 牡蠣飯 由我來試吃囉 嗯 牡蠣鴨跟飯 然後加起司去焗烤 怎麼可能會不好吃呢 讚 這家真的很不錯耶 畢竟大家去海中鳥雞之後啊 會順路過來 很好吃很推薦 食尚玩家夢多也有來吃過 這個很不錯喔 熟悉他採用他環境的酸烤爐很熱 不過呢他們有配備的措施 你看喔 夏天來的時候他們有大型的冷氣 還有電風扇 旁邊的話呢 其實還有專屬的電風扇可以吹喔 冬天的話呢 那就更不用講了 寒冷的天氣圍在熱熱的烤爐旁邊 就是幸福啊 我們剛剛吃完一整盤了 完全沒有流汗 誒說的也是耶 雖然下半身很大 腳會羞羞的 所以要移一下位置 但是其實沒有流汗耶 吃這個很忙 對啊 很忙但是很好吃啊 對 如果你真的不會開那些殼類的話 可以請老闆幫忙 店員都很樂意幫忙喔 他們店員有一位會講英文的小姐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那個小姐都可以幫忙 還可以請她幫你開全家福 就是大家一起吃飯照片喔 我們來到另外一個景點了 這裡是要幹嘛的 水果公車站 對我們來拍水果 西瓜 橘子 哈密瓜 番茄 草莓 我們開在海上耶 跨海大橋 地圖我們要這一條跨海大橋 我們剛從 雪果車站 然後到那個銀仙中就一條跨海的道路 然後你現在在什麼 波梁展望所 對對對 然後我們去看看有什麼 反正都來了就看看吧 我們走上來這裡 其實蠻漂亮的耶 而且你看那邊鏡頭超好拍照的耶 哇 這個路拍起來其實很漂亮耶 我們要來開箱我們今天第二晚的住宿 要從門口開始開箱 民宿的名字呢叫做 HUB 進來的路很小條要非常小心開 建議是天還沒暗的時候就要開進來 進來之後呢 跟著他的指示會有到停車的地方 這邊有他免費的停車場 好 我們來去看我們的房間囉 從這條路走進來 會有很厲害的東西喔 你們看 超美的湖景 這超讚的 然後我們來 Check in 一下 看看位置在哪裡 開門 它是一個民宿 底下有公用的餐廳 你看環境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漂亮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五點多 嗨 這邊餐廳就是公用的空間 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有 這邊有些食物 那是消付費的 然後飲料也是要付費的 所以它上面都有貼價錢 這個空間啊很大很舒服 你可以就是帶晚餐進來吃 它沒有付早餐 側早餐也要自己處理喔 好我們來去看房間了 我們的房間站二樓 它沒有電梯 所以搬行李的話稍微辛苦一點 上來之後 要換鞋子 換完鞋子之後啊 二樓有一個小小的餐廳 空間可以使用 有冰箱 然後 熱水瓶 油鍋爐 電鍋 還有一些 餐具類都在這邊 可以自由使用 大家別忘記 當個合格的旅人 使用過後 請記得大家自己 就是清潔乾淨喔 擺在這邊 非常乾就可以了 好 看房間 我們訂房間的時候啊 設定的雙床房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是住 兩百這一間 是最大間的 進來之後 這邊 你會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這麼多間長 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來介紹一下 這邊進來啊 有空間可以讓你放行李 然後進來之後呢 有一個小和室 在這邊吃東西 聊天 做什麼都可以 不過他的缺點 這間沒有冷氣 所以夏天就比較熱一點 然後他這個窗戶啊 是可以打開的 也可以看湖景 但是因為他蚊子比較多 所以他會建議你不要打開 這個小空間啊 他有放 備用的枕頭棉被 如果有需要的話 自己可以拿出來使用 然後是房間 是不是很讚 超級無敵棒的耶 你看這個 這個view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好了真的 有一個陽台 你看這個view 床的旁邊就是由我們剛剛進來 看到很美麗的湖景 我們訂的是雙床房 床還蠻大的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併在一起 好 這是房間的部分 洗澡的浴室呢 你看 很讚耶 還有浴缸可以泡澡 泡澡的時候還有view可以看 這個不能太晚洗澡 因為太晚洗澡 就會浪費這麼漂亮的view 該有的備品也都有 毛巾啊 吹風機 相對應需要的備品 通通都有囉 最後呢就是廁所 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廁所 以上呢就是我們第二個 晚上房間的開箱 在禮拜日的晚上呢 雙床房兩大一小住 是一萬五千一百多的日幣 超讚 超推薦 然後他因為是民宿類型 他沒有附早餐 沒有附晚餐這樣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外面 購買今天那邊吃 好啦 那我們要去找尋晚餐囉 待會見 然後我們去買晚餐的時候啊 看到這個 傳說中非常難買到的養樂多一千 然後剛好剩最後三品 我們就把它買回家了 如果有想要來長新的朋友們 也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小朋友不能喝 孕婦不能喝 正在哺乳的馬咪不能喝喔 那我們來喝喝看是什麼口味吧 這個我真的找很久耶 我們就是從這一趟來旅行啊 其實我從上一趟來久之後 我就一直在找這個東西了 可是那個市區啊 各大超市 超商 都沒有喔 結果就在今天 就是看到最後三品 果然比較 不是那麼都市的區域呢 還是有好處的啦 喝看看 就是養樂多的味道 可是呢 它沒有那麼甜 比普通的養樂多 不甜很多 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上面寫說 可以改善睡眠品質 還有腸道的環境 希望可以緩解一下不順暢的狀況 跟晚上可以好好睡一覺 我們吃飽晚餐囉 這個民宿呢 因為它地理位置的關係 它的周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所以我們後來是 開車到大概18分鐘遠的 Seven去買回來吃這樣子 那吃飽之後 我們要來試吃 據說超厲害的甜點 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蛋糕店買的 我們總共買了四種口味 最經典的第一米巧克力 還有期間限定的草莓 還有本月第二名的哈密瓜塔 還有一個新口味看起來很好吃的是 雪蜜桃口味的蛋糕 那我們要先來試吃哈密瓜塔 我們先來吃一下 戶外上面的哈密瓜 它的哈密瓜有多好吃的怎麼辦 超甜超好吃的 而且它的甜呢 是哈密瓜的甜味 不是額外的人工的糖漿的甜味 然後它上面啊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它有那個透明的果膠 它有刷一層很像那個 果凍那種感覺的外層 讓它固定它的形狀不會掉下來這樣子 你吃得到那個口感 可是它沒有味道 它完全就是哈密瓜的口味這樣子 非常的好吃耶 哇這本月第二名就這麼厲害 我開始期待其他口味了 下一口要來吃它底下的塔皮部分 它塔皮好熟悉喔 很像台灣那個鳳梨酥的餅皮 然後也很像那個大餅 就是結婚那種大餅那種餅皮 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搭 這個好吃 接下來我們來吃的是 水蜜桃蛋糕 來吃一口它的蛋糕底的部分 這一款啊 相對剛剛那個 哈密瓜塔來說的話 這款比較甜 它海綿蛋糕部分非常的濕潤 但是比較甜 然後奶油呢 也蠻甜的 所以它這個整體的甜度 是稍微高了一點 我們來吃一下它的水蜜桃 你知道嗎 夏天啊 就是水蜜桃的季節 水蜜桃好好吃喔 這個整個蛋糕啊 水蜜桃非常的好吃 它救了這整個蛋糕 因為底下的海綿蛋糕稍微甜了一點 然後上面那個水蜜桃呢 甜味很適中 不會太甜 然後有很香濃的水蜜桃的味道 所以這個蛋糕 嚴格來說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的分數是覺得 哈密瓜塔是勝過這個 水蜜桃蛋糕的 好 那我們來吃下一個囉 夏天你要吃吃什麼 哈密瓜塔 嗯 很好吃 甜甜的 沒有了 沒有行中詞的 對 對 你來說會不會太甜嗎 還好 還好 你現在那個塔皮呢 塔皮也很好吃 好啊很好吃 那就足夠了 好 我們來吃第三個 是濕街草莓蛋糕 它是期間限定的 還滿甜的耶 它外層裹了那個 草莓巧克力 內層呢 它是一層草莓巧克力 一層蛋糕 一層奶油 一層草莓巧克力 然後最後底下還是巧克力 然後我覺得 嗯 太甜了 對我來說太甜了 對 口感是好吃沒有錯 對我來說太甜了 對我可能不適合這麼甜的口味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看看要買什麼這樣 好啦 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壓軸 當店呢 長年的No.1 他們的明星人氣商品 十疊巧克力蛋糕 它的整個組合 跟剛剛的草莓 是類似的 只是外面呢 巧克力部分 還有在撒上一些巧克力粉 然後那個是稍微苦一點點的 所以整體甜味上來講 會比草莓那個稍微 不那麼甜一點 可是內層啊 它整個組合 就是跟草莓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巧克力啊 奶油這些 一層層都會疊起來的 是好吃的 可是 如果你不喜歡吃那麼甜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太甜了這樣子 那這種甜點呢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跟朋友 或是跟家人一起 買好幾個口味可以分享著吃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甜點開箱 今天就是我們第二天的旅程 就到這邊囉 相關資訊呢 我們會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有興趣的都可以點開觀看 明天我們有什麼行程呢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